这个时候不将李克强带商团去游黄山的片 经官门传出来,就摆明一样东西 不想李克强的风头就抢了习主席的风头 难听说,主席表面看好像需要那样 再给李克强 再开开心心镜头会出现,颜面何传呢? 五报李克强是可口非的 但是,你说这局是不是习近平传书呢? 我其他朋友都讲过了,我都在那里再讲一次 不是的,你细心看一下,有什么事 我好像在这个节目之前有讲过的 有什么事要讲一句话 一解封了,就自然很多人染病,就自然很多人会死 我早就告诉你,所以我才坚持动戒清零不人不对样 现在出来爆了,那不关我事 我早就警告了你们,你们不听我说 又事故,起碼又白纸运动 又冲击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 因为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 否则共产党真的下台,我要下台 所以就信用民意咯,结果现在出了什么事 这个责任是不是我呢?一定不是啦 是不是? 况且你执行这个全面放松的时候 我刚刚不在国内 刚刚去了沙特阿拉伯 所以执行这件事,绝对不可以算在我头上 所以习近平一清二彩走好了 有什么事要进退 那个赢面都是在他的手里面 都是在他的手里面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 这个就是双赢的 我贏了,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 他赢了,在政治上赢了,这个是高明的 老实说就是 正如我们都说的,你这样一开放 就自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家是知道的 大家只不过你这个情况会拖到多久 过了这个...过了这一刻之后 那个疫情的这个什么海啸式的爆发 过了之后 那时候都三四月啦 两碗刚刚开完啦 新总理都上台啦 到那个时候 新总理出来再收拾一些政策 这样的功劳不是又是始终 又是习近平 是不是? 大家知道总理是你强的 现在知道的了 所以...所以这个在政治上面 阿习是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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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就是他有什么事呢? 就是... 就是... 就是...多少人都觉得 他是知道 一解封会有什么情况 他不可能 知道 但是这个知道 这个...就是... 未来几个月 就是出了很多 所以... 哎... 你也看到... 很多东西当一个反政治化 你唯一可以咬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疫情与期是这样 反正都是爆发 那为什么中国要浪费这三年时间 去搞这么... 这么惨无人道的防復疫呢? 你咬一咬这样东西 只有这样东西就得咬一样东西 就是...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三年前 我们就已经是这样呢? 三年前还很... 很... 很朝朝夕夕夕 叫全世界抄中国的功课 记不记得? 但是全世界记得的是几样东西 哪几样东西呢? 这个肺炎的源头 很大可能是来自武汉 而且也是第一个人说武汉肺炎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 大家找回 2020年年头那时候 2019年12月那时候 已经开始有...武汉已经出现有病症 2020年那时候说 是中国人民日报自己说武汉肺炎 人民日报自己说的 这个肺炎之前呢 中共的官方政府已经是世界各地 大大规模的采购那些... 没错啦 人家欧美各地呢 就永远记住这样东西 采购了医疗设备 令到人... 你最大的... 第三件事情 你记得是什么呢? 那年你明知道武汉已经爆了疫情 你还放六万人出外嘛 离开武汉嘛 其中有三四千人 去到外国欧美各国嘛 人家记得的 人家真的记得的 就算这个肺炎 真的老实说 不是源自武汉的 源头不是源自武的 但是武汉爆了疫情 你是在全世界 垄断了医疗设备 不公布给世界 又放一些怀疑染疫者出外 但是这个责任 人家一定会跟你算的 没有可能走得走 但是这些责任 那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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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责任 这些责任 这个责任 这个责任 就是这个责任 全民 里面是没有说 不过 这个责任 就是这个责任 就是这个责任 去轉牛角尖 而是你明知道武漢有疫情 你是知道的 因為在過年之前 1月的時候已經全世界採購醫療衛生物資 這樣如果沒有事沒有人 你為什麼要採購這麼多 令到歐美國金沒有存貨 而是令到希望你中國快點生產 你中國不肯生產嘛 不肯輸外嘛 忘記了 他說是呀 我們先考慮一下 會下的帶是不是這麼說 中共官方怎麼曾經都想將疫情的源頭捕在日本 捕在美國 美國都捕過 日本都捕過的 日本馬上去澄清 說他講話很狠狠 不是我啊 所以日本就撕得快了 你沒事的 你不用捕別人 疫情在哪裡爆發 你說在美國爆發 你說在日本爆發 為什麼人家不在源頭 在那裡日本爆到九彩 現在你中國那裡先爆 為什麼 你說是美國那籃球隊傳過來給你中國的 為什麼美國不大爆呢 你中國那裡先爆 而且全世界的跡象是看到一件事 為什麼全世界爆發之前 明顯看到你採購了所有全世界所有醫療物資 還有當人家在爆發疫情的時候 希望你多些生產口罩 你不肯供給別人嘛 忘記了 你不肯供給別人嘛 人家記得的 當你爆到九彩的時候 當你爆到九彩的時候 有一個小日本啊 是拼命記多些醫療物資給你 救你們的嘛 青山一道同文宇 明月何層是兩鄉嘛 記不記得啊大家 這個什麼當年侵懷的軍國主義者的後人啊 去做這些東西啊 但是當日本爆那時候 你怎麼樣啊? 當安倍死的時候 你來講什麼呢? 真的不知所謂啊 這些什麼人 大家 大家一個考記性 我們什麼時候都說 你不要以為僥倖走得掉 人家一定會計算 但是現在我也都相信 未來幾個月 當中國大陸爆發疫情 當醫療物資不夠的時候 我相信歐美國家 包括小日本 都本於人道立場一定會救中國 你放心 就是我們什麼時候都說 我們不要去議院報怨 議席報怨 就是當人家有困難的時候 所以什麼叫文明的表現呢? 先救了先 責任慢慢再說 救人才最重要 怎樣都算是政府不對的 不是人民不對的 有多少就先救了先 我相信未來如果大陸爆得很嚴重的話 我想歐美國各國一定會出手的 一定會出手 出手支援的 希望到時候中國的官方不要本著民族自尊 拒絕拒絕收 這些事情中國發生過的 在文革時期 在大饑荒時期 打了一種臉充滿人力 知道你那時候缺乏糧食不夠 那時候美國的糧食 都運過來幫中國 但是中國不要 結果就是介生過水 簡直就是不可以抵抗了 我們先講一下題 你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的期間 可能提醒大家 川普做總統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追查中共這個武漢肥然的源頭那個國家 這個時候浪潮都很高的 大家知道澳洲就是因為追查被中共制裁啊 他第一個龍蝦啊 就無法進入大陸 無法進入口 所以大家都要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先轉一轉話題 中共國家主席 郭靖民死了 死了 現在他的郭菲呢 就撒入大海 就沒有像毛澤東那樣的屍體就放在那裡 或者將他撒入那個霸寶山 霸寶山 你叫我起的標題叫死無葬身之地 怎麼解釋呢? 你叫我起的 標題是你叫我起的 是啊 江澤民是死無葬身之地 因為中國人很嚴重的嘛 死了以後我發明霧啊 但是呢 你們看回 共產黨人類的那個習慣呢 就死後火化的 一切重招的 就化灰 骨灰就是霸寶山嘛 公墓給家人啊 甚至給大眾去沾養的 江澤民家這樣的做法呢 基本上是符合一個共產黨人的 就是他的傳統的要求 死後就化灰 拋入大海 用古代的觀念就是 哇 死無葬身之大 先來火葬 再來海葬 又火又水 水火雙蓉 痛痛快快 死無葬身之地 人死如登滅 什麼都沒有了 身體只是一個臭鼻孔而已 周恩來都是這樣 把骨灰灑回自己家鄉 唯獨 鄧小平也是的 唯獨毛澤東一個 用水晶棺材啊 將他整個紀念館 因為當時中國的氣氛就是很推崇 因為我個人崇拜嘛 因為毛澤東陰定的接班人 華國鋒那時候還有兩年做事 毛澤東死後只有兩年 他決定這樣做 中央政治局當時沒有人去反對 其實毛澤東反而是違背了共產黨人 一貫處理這些事 那個原則 毛澤東可以管 因為這樣其實是附上一個危險的 日後有什麼事 要做一個平反什麼文革啊 平反這段歷史啊 探索這段歷史啊 你無可辨 毛澤東一定是受嚴厲的批評啊 對不對啊 到時候萬一好像克魯曉夫那樣 對斯坦林鞭屍那樣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啊 所以你 好像江澤民那樣 什麼化灰那樣 哦 就是你要追究你都無無從追究啦 人都死了化灰 你還想怎樣呢 就是以前古代就叫做錯骨羊灰 就是人死了啦 好像五字衰去報仇那樣 就叫做錯骨羊殺害全家 那樣他就代他死了 那他幫吳喜 吳王 然後提拔吳喜 攻陷了錯骨羊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仇人 那個錯骨羊的屍體搬了出來 破官 錯屍 就是把骨頭啊 把屍體搬碎他啊 然後化了灰 然後在空中藥灑出來 令他死無葬身之地 就是以前古代就行了 現在不用啦 不用你錯骨羊虎 直接幫你搞了 扔下海了 一了八了 就是沒有了這樣 毛澤東有這個危險 就是有些什麼事 分分鐘被人錯骨羊虎的人 因為現在叫 你簡稱叫做蠟肉 海外的人叫做無蠟肉 就是湖南有蠟肉 就是這樣 就是其實這件事是 共產黨的傳統來的 就是我開玩笑 這樣就是死無葬身之地 其實我是開玩笑 反而我們看毛澤東 是一個特別的例子 是他一個 因為他是 就是共產黨人覺得 這個太偉大了 不要去化了灰 去留個屍體給後人 這幾十年來 每日都幾千人 一萬幾千人 在天岸門旁邊的毛主席紀念堂那裡 去做占養 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 去參觀一下蠟肉 對不對 他們這樣去看 就很不空 死後不得安寧 如果以中國風水的觀念來講 你這樣每天去升降 每天移動 風水降就入土為安 現在這樣就叫做不安寧 這個很影響他的後人 所以你看看毛澤東的後人 沒得覺得 他的孫子大家看到 毛新宇將軍 智力多高 大家有眼見 是不是 看他寫一首字已經很難得了 毛家很有趣 毛澤東的首字是 他承責壞數 一個書外加壞數 他這首字是旗子來的 是旗子來的 但是他的孫毛新宇的那首字 也是旗子來的 所以我們講一些提侯說什麼呢 凡這些領導人你看看老蔣都是的 蔣家 他死了之後還沒入土 始終是兩張矮凳子 扣著他庫觀在慈湖 不觸碰地 所以現在你看到蔣家第三代 總經哥哥的兒子死了 死了 你可以看到的 是對後人不好的 人死了 你以為了後代的子孫 就想你盡快入土 你貼回地下 就是塵鬼層 塵鬼層 那你後世的子孫才會輕往的 這個就是中國那個 臉壯的風水的一個常識來的 老蔣沒辦法啦 他執意要撞在中山寧 他說光復大陸之後 才下撞 大陸現在還沒光復 那麼他沒得下撞 沒辦法 這件事是不是 對後人有影響的 對後人有影響的 那麼可以這麼說 就說光澤民 他的功過 我想交給歷史啦 就很多時候 今天中國的對外開放 是多了光澤民的 你無可否認的 但是中國的貪污 也都因為他的開放所造成的 還有他打壓宗教自由啦 這件事 是令人救病啦 還有很多人說 那個形象好像很開明啊 人好像很好啊 做多什麼 凡是做得中共最高的那個 一定是好人 不過是開有限公司的 叫做好人有限公司 因為你中國歷史上面 好人是不能做皇帝的 做皇帝一定有壞人 你就是你壞的程度有多少 對老百姓有多少負面的東西 如果你對人太好的話 所以你沒有資格做到那個話 江澤民的罪惡之一 就是必要在法輪功啊 這個是大家是公認的 但是現在法輪功還在鎮壓著 雖然現在那個黨的執政者 沒有推出一些新的 必要在法輪功的政策 但是這個老的舊的機器 還在運作著 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這些信息 可以去明慧網看看 還有很多的法輪功學員被抓 被判刑了 一樣的 只不過是沒有新的政策 所以這個政權 是沒有糾正這個鎮壓法輪功的政策 胡錦濤時期就不管 現在那個習近平都不管 過了二十年了 鎮壓法輪功已經二十幾年了 沒有辦法的 它不可能容許 共產黨之外 有另外一個組織 有這個政治動員能力的 它不可能的 這是共產黨的特性 就是開得給你的 第二個又插起來 對它中央管治權威 很大的挑戰 它不會 就是它害怕的 它害怕的 其實沒有壓力 它都說要壓力 這個 中共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中共就是這樣 它不肯向普世價就靠路 它到今天都還以為 它這套管治色彩 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種方式 它應該認為在亞洲是適合的 甚至應該可以推到全世界 因為 的確 中國這樣的管治方式 在一些社會基礎發展上面是有幫助的 就是一個人決定要做 就全國集中力量做大事 所以你看到中國的基建 幾年之內 建了很多高鐵啊 建了跨海隧道啊 港珠澳大橋啊 這些 就是在十幾二十年前 大家認為是不可能 不可能建的一個項目 它都一一克服了這些難關 一一克服這些難關 就是因為這個獨裁的好處 集中力量辦好一件事 就是你 這個其實就等於 你明朝的時候 就是修建一條萬里長城 你看看萬里長城 有某些段數 直接都是爬懸崖的 但是現在你想回頭 你起來做什麼呢 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 你弄這些東西 是沒有意思的 明朝不是一樣忙在外足 是不是啊 你浪費這麼多人力物力 死這麼多人 弄一條什麼萬里長城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很多是你看到這件事情的 其實很多事情應該用人為思想去想 他以為這套東西是work的 將這套東西推向全世界 起碼習近平會這樣想啊 就是中國優勢嘛 就是在防疫政策上面 最初頭兩年是威勢勢的 現在美國幾百萬染疫 多少人死啊 現在中國幾少人死 因為我們堅決的防空 厭禮的防空 集中力量辦好這件大事 所以中國就沒有疫情爆發 現在呢 人家是疫情爆發是事實 爆到九彩 但是人家大波 大波一聲過來之後 加速了疫苗研發 加速了人體的抵抗力 加強了抵抗力 就慢慢的經濟開始復甦了 但是你呢? 現在經濟前途還未明 搞到不知道會怎樣 你問任何一個人 中國會怎樣? 沒有人敢回答你 這個疫情爆發是怎樣 也沒有人敢回答你 到這一刻 制度優越嘛 彎道超車嘛 現在好像在彎道炒車 炒得很硬啊 現在是 現在有些訊息說 整個飛機 很多團出去搶那些訂單 不是啊 那些騙人啊 Lucy 那些四川有團 安徽有團 浙江有團 她說她出去搶訂單 搶到的嗎? 我不知道怎麼搶 整天都怎麼搶 Lucy 所有觀眾 有幾十年了 做幾十年的人 老實講 做生意的 你這些單是兩個來源的 舊客戶與新客戶 對不對 沒有第三種的了 沒有地球客戶 沒有火星客戶的 舊客戶 是靠你個人的關係 個人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建立一個友情 靠它是誠信的嘛 誠信搞回來的 舊客戶又 所以做生意一定要有舊客戶 有舊客戶在手裡的話 你就不怕倒閉的 舊客一定會看著你的 新客戶是靠什麼 靠Fair 靠展覽會 你自己拿著舊客戶走去 人家拍人家 Gucci拍人家 Fergamo那道門 我和你做生意 你要買多少過來 不要玩啊 哪有人這樣做生意 舊客戶是什麼事呢 這壹個總是誰 這是誰 怎麼做生意 這個問號都不行 寫日哥怎麼是搶人才 搶建制 搶電 雙手可以搶的 但是我坐在舊上 那邊做了 還有現在這個 雪山客戶是什麽事 老司要告訴你 這幫四川老 這幫一幫些幹節老 這個所謂的 採購團 一定是 那些市委干部那些家属出去游览团 讲完,是有抢购啊,抢购不少的 菇薯啊,LV袋回来卖给自己的乡亲嘛 他自己抢购,他自己卖啊 抢购,抢生意,怎么抢单啊?单可以这样抢的吗? 不要玩啊,大家这么熟,还有你要查一下那些是什么人咯 那些是什么人咯,是,百多人里面可能夹十几十个 当地的企业家和政府朋友那些咯,其他那些一定是官员家属 我够胆在这里讲,大家出去玩而已,还是用工费去旅游而已 开个考核名目,生意哪里可能这样抢购的 搭一两次飞机去抢生意,这样可以抢购? 不要玩啊,你不要当人家傻啊,多鬼余的 现在很多人呢,就被限制出境,现在出去玩一下都好 其实,真的可以放松一下自己,不知道多好啊 你不想外汇流失嘛,所以说正因为这样 你说出外那些抢生意,这帮人是什么人呢? 你想到想到,一定是官员及其家属 没听话,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